我們都相信 他每個一晚一定是很忍辱負重 你真的不想 我想聽你的故事 不要不需要那個答案 好賤啊 好賤啊 可能是看影片的那些人 不可能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朵大國際 咳咳 好了 好平分啊 大家好 這個是第二次的心理測驗 這次的心理測驗就是Phoebeer做出題者 他說他有一個跟上次的心理測驗差不多 心理測驗 我很害怕再一次 你沒事啦 你不准就說不准就行了 不准?上次真的不准 不准我就不知道 剛才你不是說很准嗎? 然後我才來玩 不准啊 不要再准啊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不准就在目光 呃... 排斥聖的 也就是排斥聖的 又是排斥聖的 先拍屁的 我們先聽個故事吧 首先有一個男人叫M M先生 於是他要過河才可以跟未婚妻F結婚 他們因為一河之隔 M就要去借船才看到他的未婚妻F 所以他就到處滾船了 當他滾船的時候 碰到一個女孩叫阿L 他想問L借船 L遇到M先生之後 我就上去了 就說我上去了 你愛不愛就好 這個先生就非常誠實 好像EG那樣 他就說對不起 我有未婚妻的 我沒有愛的 是嗎 是不是很準 我不知道 你就是M先生 現在你就是M先生 不要做M先生 M就通過了L小姐 所以L就不借船給M 那個理由就是 我愛你但你又不愛我 他不公平 M就很沮喪 他繼續找船 直到找到一個女生 S 他就問他借船 S就說 沒問題我借給你 第一 就是你要留下來 今晚陪我 因為我喜歡你 這樣 這個M先生很有魅力 還有這個世界很多女生 不是你 不是你 M就很為難 因為剛才遇到那個女生 又不借船給他 S又說不借的話 他就真的見不到她未婚妻 因為據說這個地方 只有兩條算 所以為了起案的未婚妻 他就不得不同意 S小姐的要求 然後就跟他們 跟他們 跟他們 還有人 還有人 跟S 過了S小姐 過了S 他就過了一晚 S也有借船給M 見到未婚妻S之後 M就一直都有心事重重 考慮了很久 終於 他就決定 跟L和S的故事 跟未婚妻說 可惜她未婚妻聽完之後 就很傷心 一起之下 就跟M先生分手了 因為M先生對她不忠 失戀 很大打擊 在她的生活中 出現了一個女生 叫Yi M先生 遇上Yi小姐 他們兩人就開始拍拖 但M先生一直都覺得 很僅僅於懷 之前的事 Yi就問M 是否有話要跟她說 M就說了關於L和S 和未婚妻F的故事 Yi聽完之後就說 很不介意 這些東西沒問題 對 就是這樣 這個故事結束了 這個故事結束了 你會怎樣排她們的好壞次序 嘩 倫靈體 很壞次序的意思是 誰是最好的人 誰是最不好人 對 你的道德觀念 你會怎樣排她們的次序 五個人 有男 她還未婚妻 她遇上了一個拒絕了的L S小姐 就是跟她發生過感情 還有最後那位E小姐 就是說 我不會介意的 什麼都問題 你會怎樣排呢 我有答案 這麼快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 如果我的排序 就是 你先排好了嗎 你先排好了嗎 我還未 我還未 你先排好了嗎 一會兒的過場 不知道是多少 moments後 很久之後 可能我讀的時候 就想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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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我沒有排啊 真的 搞錯 因為我很努力找到之前的那個 我沒有找 你排吧 不要 不要 不要緊的 我們不介意的 最重要是 我知道答案 沒關係 你覺得你的道德 那個標準 我想聽你的故事 不要 我不用那個答案 但我看完答案 就不敢排 不行啊 好賤啊 好賤啊 首先我覺得最好的人 會是伊小姐 因為整個故事裡面 基本上她都沒有做過任何一些不好的事情 她只是負責去接納 第二好呢 就是 F 即是 未婚妻 因為她只不過是很慘地發覺自己的未婚夫行過了 她雖然沒有體諒 但是我又覺得這件事很主觀 有些人看不到 又真的看不到 中間開始衰 我覺得M開始衰 即是男主角 原因是因為 當S小姐扭她過一晚的時候 其實她可以 首先跟未婚妻說一說 她在對面和我 沒有電話 她在對面和我 怎麼說啊 又或者令到整件事進行不到 之後再解釋 她應該是見過的 你當是古代 她知道未婚妻在對面 但現在只能過到 她又有飛鴿傳輸 如果她再等 未婚妻以為M先生會拋棄她 所以她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決定 即是 不行 因為她壞了 因為她始終都是壞了 所以她現在是排中間的 好不好的程度 OK 第二最壞的 就是S小姐 因為S小姐她漏了 首先她本身是知道她要結婚的 但她又提出了一個請求 她應該會有想過 即是我要你和我一起 應該有難的 她應該會覺得 即使我再來一次 都是被你拒絕的 好 提高 應該會比較容易 即是她有想過這件事 然後最壞的 應該就是L小姐 因為L小姐是知道你要結婚 她竟然打算的就是 每次的婚姻都要跟她拒絡 S小姐她只留下 即是她都不會打算 將兩個人的感情完全拒絕 所以這就是我的答案 擔心她 擔心她 喂呀 好浪費 沒事的 有些會補到的 OK 我跟她差不多 我覺得很合理的 我覺得很合理的 我都很喜歡她的 不過有一點點不同 第一 好人 E小姐是好人的 因為她整件事沒有錯 還要接納了所有事情 第二 我會排M先生 其實是好人來的 因為她真的沒有辦法 對 她真的愛她的未婚妻 她才會忍痛放棄一些東西 我們都相信 她過過一晚一定是很忍辱負重 對 你真的不想 你真的不想 我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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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很不想 但是 為了欠未婚妻 其實什麼都要做 她是老婆成世的 對 而且我欣賞她的一點 她可以選擇不說 但她最後都坦白跟未婚妻說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好人的精神 第三 其實我也未稱她是壞人 就是RF小姐 也不算是壞人 因為她也是被動的角色 但是 剛才她說了就是 有些人接受不了 就接受不了 我覺得需要多一點體諒 如果她過不了學 就永遠都接受不了 還有我覺得 M先生會提前 就是她一直都 有這麼多悠患 這麼多女生在身邊 都主動你 她都沒有接受到 硬是要過學 對 其實她也是一個大好友 我也想排她高一點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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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左右的答案 請她動 OK 之後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是S小姐 有點壞 因為我開始情感勒索 她明知道她喜歡她 然後一定要犧牲一些 來交換一些交易 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她也肯放棄一點 就是 你陪我一晚過夜 就借一艘船給她 那 也有一點樣貌 還有真的借一艘船 對 就是她沒有反口 反口就不回家了 最後就是 那個L小姐 因為她真的完全沒有體諒過 是喔 完全為自己 你不行啊 你不行啊 雖然你可以說她夠直的 她也不會 很軟轉地做任何事情 但是 她真的情感勒索得很厲害 嗯 不過想想想想 你現在是想想想 你那兩個是不是 對呀 對呀 因為我自己也是 跟你頭三個一樣的 差不多有這樣的意思 但我可能有機會會排 S小姐才是最壞的 對呀 屈你過一晚那個最壞 我們兩個都是情感勒索的 但她沒有再得到一些東西 再想都兩想 發覺S小姐她喜歡 所以就給了一個 過一晚去換這件事 是經過盤算 L小姐雖然拿走人成片婚姻 但她自己也拿自己的感情去做賭注 可能L和S都有破壞 但S那種破壞是直接的 L那種破壞是被動的 她雖然都直接 但L自己也要附上自己以後的感情 是不是?我不懂怎麼說 總之我會排L一次 好 我現在想調 S是最壞的 沒有動搖 因為S小姐 其實知道她永遠見不到未婚妻 她也算是幫了她 即是你會覺得她很新 如果你兩個都站硬地不幫她 其實永遠都見不到未婚妻 她雖然是有目的 但其實她就是那一晚 大家都撇清楚她的關係 即是我一晚歡願 我幫到你見她 我又得到我自己開心 雖然她有盤算過 但她自己也在取捨 你要小心一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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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回答好了 我已經不回答了 我覺得L比S好 即是現在 是 喂呀,菲菲 那我們開估答案 其實... 其實... 不會哭的 可能看影片的人知道 不會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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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金錢的 這個也不是重點 我們放第一的E小姐 是代表C的 F是家庭的意思 S是代表性的 而L小姐是代表愛情的 不要緊 因為你排了F在第二 你想建立家庭的 是不是? 你說得很好 對 我是管著這個家庭的信念 去對待我的女朋友 OK 我覺得一點都不准 對,我也覺得一點都不准 因為沒有 如果說的是 一個人把愛情放第一 他會在那一刻就不要未婚妻 對 家庭和愛情都不會 他不重視他 對 他在那一刻就不要未婚妻 推翻他 你們覺得有沒有道理 MEDSANS 就是 我剛剛才看了 只剩8分 哈哈 好 我們下次心理測驗再見 我們零一刻 還有沒有時間再多拍一個《殺人反》 好啊 好啊 因為他們上次看過 我有一段時間 出自然和妹妹拍的 那條《殺人反》 心理測驗 剛剛我又找到新的《2011版》 所以我們就 是《2021》 是嗎 是《2011版》 我只是覺得 《2011》 是《2011》 你判過是《2011》 接著判過是《2011》 我坐了10年牢 對不起 《殺人反》 這個原來真的是《2011》 不過我之前的題目沒有做過 OK 好 那我們下一次就會拍《殺人反》的心理測驗 如果想看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們的IG、Faceboo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不准的Joyce 這個真的不准 你也覺得不准 讓他玩一次 對 對 哇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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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真的選了 沒分數 那就准了 不准的